经典的一版,她的人生可谓赢得了爱情与事业的双丰收,唐峰的经典形象让我们难以忘怀,商业之路上的巨大成功,让无数人羡慕不已,最后抱得美人归。 二、徐少华版唐峰,也是相对来说表现很不错的,代表巨幕女儿国,那首女儿情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当中,过于经典,才子佳人难成双成对,让人扼腕叹息,其性格原本是非常豪爽的,可是唐峰这一形象,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,以致人们很难用豪爽这样的词语去形容它。 三、汪瑞版唐峰,当年她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,被杨洁导演一眼看重,本来她的事业可以走上顺风顺水的道路,勿听一位老师建议,演了三集第六、九、十集之后,匆匆离开了剧组,一心投向她的电影之路,可是她拍的电影到现在也没有上映,实在可惜。 四、罗嘉英版唐峰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巴掌把你拍在沙滩上,这个绝对是最为印象深刻的,没有之一,就光那句人是人他妈生的,腰是腰他妈生的,就已经让人佩服得快要窒息了,可是她还有一首Only You,我们不得不服。 五、谢霆锋版的唐峰,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每个人都是有感情的,尤其是爱情,当他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,即使像唐峰这么六根清净的大师也有动情的时候,要么不出手,要么就来个鱼死网破,大开杀戒。 六、叶远在新版西游记当中,饰演唐峰这一角色,感情到位,演技一流,称得上是一位好唐峰,可以说是尽职尽责,用心在演戏,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能有这样的演员实属不易,这里的唐峰不再懦弱,一个硬汉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。 七、无意反反唐峰,一改我们以往对于唐峰的认知,其直接以光头来出镜,不仅是外观的一种改变,更是一种价值观的升华,其爆表的颜值给这部戏增采不少,这部西游祥摩篇票房,一路高歌猛进,跟这个不一样的唐峰,应该有巨大的关系。 八、江华版唐峰才是更贴近人性的,有说有笑,过得非常自然开心,修行是为了更好地活着,而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的,那样还有什么意思呢?开心就会笑,难过就会悲伤。